时间太长了 我们这次来北京其实也是蛮希望能够跟大家交流 我多听到大家的一些想法 是我们最元素的目的 我们来以后呢 包里面希望我们能够讲点话 比较正式一点的这样子 所以出来我蛮有答应 但是我想这个时间有点晚了 这个我这样子好了 我尽量在 比如说 一半的七分钟时间 把东西讲完 所以我想有些细节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写的一些书 那也许这个就够了 那我可以大概勾勒一下 一些我们共同的一些想法 我想大概今天很多人来一次 可能是也许冲了女性主义的四个字来的 大家想听女性主义 但是呢听到了以后呢觉得是 好像这些人是 好像在挑战女性主义 应该是这样子 其实也没有错 是一种反思女性主义 那这个性 我们这个性别 那一般讲性别如果没有条斜线的话 那可能是跟女性主义关系很密切 但是加一条斜线以后呢 又多了一个性字 所以呢其实在性别里面又 做起乱来 这个英文里面其实也有这种用法 他们你如果看英文的话 他会有所谓的gender 一条斜线sexuality 或者sexuality斜线gender 其实那个东西呢 他们也会认为说 性别跟性这两个东西呢 因为它关系很密切 很辩证 所以他们把它连在一起 但是呢性别跟性呢 确实也有一些差异 有些分别 我讲一点点 回溯一点点 这个性别女性主义 跟性之间的一个 一个长远的历史 很快快 大家其实知道说 性别的这个女性主义运动吧 妇女运动 正确来讲 有个第一波运动 那在西方社会19世纪末期 那它整个兴起了 跟整个工业化 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那这个比如说恩德斯 大家知道的 其实他 也是 才当时是一个女性 就是说那个时代 人会觉得它是个 女性主义的前驱 所以它其实影响了 社会主义的一些 进步的运动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些 对于女性的看法 其实是第一波 富运的影响 什么妇女可以撑起半边天啦 或者武林家的新婚姻法啦 很多这个东西 其实是那个时候的影响 那第二波妇女运动呢 是在6070年代这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主要是在西方 百越战的一个脉络里面 民权运动里面 兴起的 那这个东西呢 比较没有进入中国大陆 虽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 当时其实对这个运动 是有推波助澜的 是很多地方 你们可能也知道的 西方各地 到处都是小红书 到处都是毛主席的像 但是呢 其实反过来并没有 这个并没有进入中国大陆 好 可是呢 比较为人少知呢 其实在性方面呢 也有运动 性运动 你可以把它叫性解放运动 性什么运动都可以 它有第一波第二波 这第一波呢 也差不多在复运之后 一点点时间 那这主要呢 他们有一个组织 叫做世界性改革联盟 英文叫做 World League of Sexual Reform 但是这个运动呢 它后来因为纳粹党的兴起 希特勒兴起 整个的被消灭掉 书都烧掉啊 那个机构都参掉 但这个运动呢 它兴起其实在 也有影响到中国 我们今天在中国人讲的 什么性健康啊 性是科学的啊 性是什么美好的 这一套东西 走到街上 你看成人保健 性怎么跟保健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就是这个运动 一个残留 对大家的影响 大家不要认为 你们活在一个跟这些东西 没有关系的世界 好 那第二波呢 第二波的新闻运动呢 就也是在西方的 妇女解放运动之后 有同性恋解放运动 还有很多运动 那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先驱者 那它这个影响呢 也比较没有进入中国大陆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么在这个 整个第三世界来讲 在第三世界来讲 那我们现在这些世界 有很多地区 妇女确实都是 还没有很平等的权 在法律上是受歧视 政治上也受到歧视 各方面社会权 什么都受到歧视 那个 有的是 从西方观点来讲 它是所谓的 很落后的地区 或者是宗教教条 很盛行的地区 那在这些地区 它们确实对女性主义 非常欢迎 而且 女性主义确实 也有很多介入的地方 那么在其他有一些地方呢 其实女性主义的 妇女运动呢 已经可以说是 是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 我们台湾叫论述 你们这叫话语 但是当然 它作为一个主流话语 它不见得表示说 这个社会里男女已经平等了 它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 那些社会里面呢 确实有不少成功的 女性主义运动 它妇女运动 台湾其实算是比较成功 我比较日本 韩国来讲 我觉得台湾的护运 比日本韩国都算成功 那当然在中国大陆呢 我已经说了 它比较 我刚刚讲的那些 护运动比较成功的 主要是说第二波护运影响 那么在中国大陆呢 我觉得 这第二波护运呢 是现在呢 透过一些 你们改革开放以后呢 这个透过一些知识分子 你们这里的这个知识的精英 还有一些人的一些思想传播 也在开始在大陆流行了起来 我觉得比较状况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去反省 反思女性主义 意义究竟是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 这个性影这样一个东西 好 那我可以讲 我今天的题目呢 叫暂停女性主义 这个词呢 倒不是我的发明 因为自从女性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第二波兴起了以后 然后到了90年代 女性主义的一些问题慢慢跑出来 刚刚他们的几位都有在讲 那么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 对这个东西的反省 有一部分就是在西方 你们听过一些所谓的 后女性主义的名词 或者是反了 受殖民女性主义者 或者是反种族歧视女性主义者 或者是传统在第二波女性主义里面 有一些叫做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 他原来其实就跟这个主流的女性主义者 不是那么对盘的 有这么一些女性主义 他们其实也对女性主义 一直提出一些批课 好 那我们在台湾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从西方 这一些后女性主义这些东西 受到他们影响 我们完全没有 我们其实就是主生主长的 自己在自己的一些 跟在台湾的社会运动 女性主义动发展中 遭遇中 开始觉悟出来一些东西 然后呢 我们忽然发现呢 诶 奇怪了 我们现在开始讲一个东西 然后忽然 有时候资讯不是那么快 德利亚也发现说 诶 听说西方人也在搞这个东西 我们基本上有点这样的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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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 这是可见 女性主义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普世的问题 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它不是只有我们在台湾 换句话说 我要讲就是说 在中国大陆迟迟迟遭遭遭 你们有一天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那么在走到这个地步 你们那时候在发现 女性主义有些问题 你想说 哎呀 好像好几年前听过台湾人讲过 那就太晚了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 在今天呢 其实女性主义呢 在这个 或者是妇女运动呢 他在国际很多地区的层次 已经进入了一个治理的层次 这个治理呢 就是 或者有人叫做协同治理 有人叫共治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说 统治啊 过去就是 国家嘛 权力嘛 比如说 我们讲共产党吧 他一个中央政府 他在统治你 对不对 那什么是治理 什么是共治 或者是协同治理呢 就是说 其实现在这个统治这个东西 它有一部分的权力 分出来 分给谁呢 分给一些民间的 公民社会里面的一些人 一些团体 这些团体不一定的 有的是NGO的 有的是国家的 不是个人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些人呢 实际上或这些团体呢 他们实际有了 某一种的统治的权力 那他透过什么途径 很多不同种的途径 有的是软权力 比如说 这个 公家他做一些事情 他做不好 他没办法推广 他接触不到 他的人群 所以呢 他就把一些项目计划 交给另外一些民间团体去做 这是一种途径 或者是呢 这个公机关呢 他有一些 成立一些咨询委员会 他吸收一些人说 你们来给我出主意 看我们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 这些人可以进入资产委员会 还有呢 也更积极的 就是 立法 立法他就询问一些民间的人 然后他们进入立法 然后不但去立法 还去监督立法 这样的情形 普遍的发生在 很多国家里面 也许中国大陆 只是刚开始 但是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在发生 但是在 换说说 其实啊 有一位女性主义者 讲的很有意思 那这其实今天 我今天的暂停 女性主义呢 自从这个女性主义的 她的一本新书 去年出版的一本新书 这个女性主义叫做 这个法学家 在美国纽约大学教书的 她的名字叫 Jana Haley 她的一篇文章 在那个性骚扰 性侵害的 性解放那里面 有她一篇翻译 她的翻译 她的文章 她有一本书 这本书的这个副标题呢 就叫做 How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 take a break 一个意思就是 大家休息一下 累了 大家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 但是break from feminism 又有另外一个 break from 就是我跟你 割刨断意 我跟你分裂 这叫break from 这个书的副标题 就是这么两个 一语双关的意思 那这个人是谁呢 她也是个 就算是美国女性主义者 但是为什么 这一笔 美国为什么现在 也有一批人 在搞这个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 我把它 转移成 就叫做 暂停女性主义 但是要停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她就发现 今天 在 中央政务也好 在教室也好 在各个机构也好 在街头也好 在很多地方 其实女性主义的权力 她的power 我想也许不是中国大陆 但是在很多地方 她已经 现在在很多 私人的传统 这个传统 私人领里面 她的权力 已经进来了 已经在统治大家 我这个特别人讲的 这个网路 网路是个私密的东西 你知道人家回到家里 你不是网卡的话 你把卧室门关起来 网路一打开 上面一大堆色情的东西 你就开始手淫了 这多私密啊 可是你就没有想到说 其实在遥远的某处 可能过去某几年 一个时间 有一群女性主义者 已经决定了 你现在玩物上的命运 你在上面 你不能写什么 你不能看不到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你的命运 已经就在那儿 已经被决定了 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个女性主义 对于我们的影响 很多方面 我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说 比如性骚扰来讲 性骚扰的立法 现在台湾的话 有一个趋势 比如说性骚扰 大概叫原始的立法 是这样的 它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 我是你的老板 你是我的员工 我是你的老师 你是我的学生 我们两个有权利的关系 我是让你上级 你是我下约 我们之间有个权利的关系 那在这个权利的关系 里面 我可能会利用我的权势 来威胁你做些事情 对不对 这叫做性骚扰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性骚扰的东西 已经在改变中 改变到什么样子 比如说 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可能是路人 你可能是我同学 我们两个权利上是平等的 甚至你是我的 就是说 甚至 甚至说 这个女的是上司 男的是下属 可是只要现在这个男的 对于这个女的 有什么 开个黄枪啊 讲个黄色笑话啊 或者做些什么事情 当然不是乱摸了 搭个肩膀什么的 这个也开始变成性骚扰 或者是就是 换句话说 他比如在很多的公共场所里面 语言的 小姐你长得好漂亮 这个也变成性骚扰 我说这个你可以说是性骚扰 没有错 但是他是不是应该立法 变成说 你对我说 小姐你好漂亮 不行 我得把你抓起来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 牵涉了到表意自由 表达的自由 OK 因为如果路上有一个人 你不认得 他也不是你老板 他也不是老师 他跟你说你漂亮 你不喜欢他 你觉得他骚扰你 你就说混蛋 或者说流麻不可以你 就得了 可是如果现在有条法律说 不行 要把这样的人抓起来 这个就表示说 这个女性主义的治理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 侵害到很多方面的程度 他已经借着国家在归顺 在纪律我们的性生活 这样的地步 这个当然这不只是 我先讲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讲暂停 暂停女性主义的意思什么的 倒不是 就是这个 这里面有不同的派别 有一派呢 就是对于女性主义的这样的发展态度呢 是所谓的conversion 我看到荒林这个书 这本书它里面有个conversion这个字 conversion就是 在女性主义的框架里面 尽量把它融合起来 那还有一派呢 是跟它分裂的 那暂停女性主义的这个 这个这个提法呢 是一个比较责中的提法 我们现在呢 我们知道女性主义有些问题 有些问题它是处理不了的 它为什么处理不了 比如说夸性别为例 性别啊 一共有大概三种 男 女 夸性别 就是性别是三种